那今天要介紹的 其實假如有在Follow我們粉專的 應該都有看到就是這個可愛的Kamma Qmama 熊本熊的 跟Nami狩獵的那個 我調一下燈光 會不會太亮 感覺有點亮 哈囉 好來大家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呢要介紹一些可愛的東西可以當聖誕禮物的 像之前這個介紹這是那個 小小兵的 那個Lami狩獵 然後 影片也有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再回顧一下我這邊就不猜了 那主要是要講這個熊本熊的 這一個 這個之前有一個開箱影片 但我沒有特別講解 那這一組呢 非常的實用 除了可愛之外還實用 因為它有可以當這是筆盒 然後 還有筆袋 然後你平常你這次要用的時候就把它 放在附一個這個 類似筆格 那是熊本熊小型很可愛你可以放旁邊 然後這個是它的那個 可愛的那個 頭套可以用在這邊 大家有興趣看 仔細看一下我可以看到那個 寫字旅行的那個YouTube頻道去看 然後這就是 狩獵嘛 狩獵就是 這大家 很 他們經典款啦 他們每年幾乎都出新色 然後這個是 中國限定款 他們 好像是近兩年來 這是去年的 然後他們有限定的 跟譬如說 去年是跟熊本熊 那今年是跟那個 小小冰盒做 然後像這個你就可以拿起來 然後放進去 那你就可以放筆了 筆盒 所以超方便的 然後下面呢 你看連這個可愛的 熊熊 哈囉 麗玉 好麗玉有買這一盒 應該覺得很實用吧 好這是筆袋 筆袋超 就是有點走中國風 然後又可愛的熊本熊 我覺得超級可愛的 這一組也是我的 好可愛的東西我都會自己留 私藏一份 但是我不見得會用 因為有時候是收藏用的 好然後你就可以 把你可愛的 筆筆放進來 那當然這個頭套要打開 不然會收不起來 好就可以收進來 所以你看這個筆在上面還有拉米 所以其實這個 這一組我覺得真的是 非常實用 然後又可愛 好就是假的你喜歡 不論 熊本熊這麼可愛 我覺得大部分人都蠻喜歡的啦 所以我覺得這組 非常適合 就是你喜歡熊本熊的人 或者是你筆很多的人 那你就是 可以把它拿出來用之後 然後下面 下面這個也可以當筆盒喔 看一下 好那我已經有放一些筆了 待會要介紹的筆 好可愛的 然後你就可以放在家裡 你可以把它放進來 然後你就可以放筆了 可以收藏筆 這支 好 收起來 所以這一組 假的你家裡筆很多的朋友 這組非常適合 可以放在家 這個筆盒放在家裡 然後這個可以外出攜帶 這樣子 好 那其實 這一組大概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之前就開箱過了 那因為最近在到貨 所以 就是在 今天的直播中 就再介紹一次給大家 那假的大家喜歡的話 現在都已經有在賣場補貨 喜歡的朋友可以去 買唷